大家好,我是小鸡,今天我们来看第六单元的第三小课了 那在上课之前呢,我先请大家复习一下在第二小课里面你学到了什么 right,那在第二小课里面呢,我们学到了几个重要的时间借词 分别是 分别对应的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可以回去翻一下 那我们说过这些时间借词呢,它就是表示一个时间壮语的意思,ok 那掌握了这几个时间借词以后,我们今天来看第三课 my talk 我的一天 第三课里面呢,我们会主要学习句子的这个结构 buttrum spice 动词放在第二位 那有些人可能之前已经说过啊,德语的动词永远放在第二位 但是这个第二位具体是个什么样子 或者是它里面有哪些规则可能会 对于mavahan或者是没有出过德语的人 人会觉得啊,只要是第二位它永远都是动词咯 yay,also yay 所以的话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是A0阶段嘛 那我们就会以最简单的这个陈数句来展开 看一下这个第二位,动词第二位到底是指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aufgabe was gehört zusammen,markin sie,bilden sie den lieben die Gesetze 什么是属于一伙的 然后呢,你把它标记出来了 然后把这个句子再组合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课文里面它已经给你了 它所用的这个标记,一个是黄色的,一个是一个圈,一个是一个绿色的呀 那我们来看这个黄色的,当然就是subjekt,主语,klingelt 就是它的动词,这里已经变成了第三人称单数的这个变位klingelt 那它的原型叫klingelt 我们说过它是这个时间借词嘛 加一个五五那就是表示五点钟 它是表示一个时间状语 所以以词类推的话,我们现在可以来做下面的 那一起的话呢,它就是它的主语,对不对 一起,我们说过一起,主语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用另外一个颜色 它就是一个时间状语,好吧 时间状语跟这个um是一样的 出hauser呢,这里的话它是一起的 这俩东西是一起的 它是表示在家,它是一个地点状语呀 所以它这个句子里面呢,有四个成分 那分别是主语,动词,时间状语,地点状语,ok 那同理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句子 Ich mache um 19 Uhr Abendessen Ich, wie gesagt,它是主语 Mache,动词标给你了 Um 19 Uhr,它又是一个时间状语,对吧 这个没有特别难 那后面这个 Abendessen是什么东西呢 在我没说之前,大家可以猜一下 Jaja,它是一个冰语,它是一个accusative 我做什么,我做晚饭嘛,我做晚饭 所以这个 Abendessen,它是一个冰语 OK,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句子 Um hapt sieben, fürstücke ich Um hapt sieben,这个东西放在手之位了,ok 那我们先来看它的主语在哪里,主语还是这个 ich 等一下这一次的 ich呢,跑到后面了,没关系啊 它的位置可以灵活一点 那是它前面的这个成分 Um hapt sieben,这个还是一个时间状语 这个是不变的,好吧 所以我们用这个蓝色的字 那以此往下看最后一句 um hapt sieben,这个还是时间状语 那它的主语就是 ich,不变啦 OK, alles klar 那以上呢,我们大家会来观察一些句子的特点哦 那这个圈圈呢,都是动词,对不对 那动词的话,你会发现它会跟着这个主语来变形呀 这是一个点,那我们来看这些动词的位置 它都是处于第二位,好吧 那所谓的第二位呢,它不是以单词的个数 比如说你看,der vicar klingelt der vicar,它是表示一个整体呀 闹钟呀,这个der跟vicar是组合在一起的 你不能说der是一个成分,vicar又是一个成分 no,der vicar是一个整体 所以它就在一个位置,klingelt,它是一个动词 所以它自己在一个位置,un fünf war 那un fünf war,我们看到它这个整体都化成绿色了 所以的话呢,un fünf war的话,它也是一个整体 它有三个单词组成呀 但是它只在一个位置,也就是说第三位 那整个句子的话,成分有三个 主语,动词,还有时间状语 那第二个句子里面呢,它有四个成分 主语,动词,时间状语,地点状语 那这个第三个位置的这个时间状语里面 也是有好几个单词 那第四个成分,tuhouser,它有两个单词 所以你会发现,诶,这个位置啊 是以整体意识为基准的 而不是以单词的个数为基准的 这个很重要哦 OK,举了那么多个例子 大家应该比较了解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nummer b 那这个句子呢,我们就来改写一下 首先这个position zwei verb 它写给你了第二位动词 所以的话这个动词你永远放在第二位 好吧 那前面还有动词的前面以及动词的后面 你可以稍微灵活的转换一下它们的位置 那我们看第一个例子 deveker klingelt um vom vom fjert sich 一样 那第二个句子呢,你这个框框里面要写什么 genau写bing,对不对 写bing 写bing 那我们来看它的主语 ich 那这一个我们说过,主语可以稍微灵活一点 有 那我们可以把什么东西提前到前面呢 我们可以把um 17 uo 45 把它提前到这里 那后面呢 你可以用这个主语 bing ich zuhause 那你可以把主语跟这个地链这种语把它放在后面都没问题 那第三句呢可以把macher放在这里 因为它是动词嘛 那我们说过你也可以把这个时间把它调到这里 那有些人就会问了 那我能不能把这个arbeteson放在前面呢 那你也可以说 那我这里我这里先保留一下 我这里保留一下 那我们放在这里前面怎么说呢 abend essen abend essen mache ich um 19 Uhr 这个你也可以这样改 那你也可以把 um 19 Uhr放在前面 然后 mache ich abend essen wie du machst ok 第三句 fruschtucke 这个的话没有什么特别难的 第二位永远都是动词 那前面就很简单 ich fruschtucke und bla bla u genau ich记得大写 几点钟啊 abend essen 6点半就开始吃早餐了 ok 挺早的 ok abend essen 那最后一句也同理 可是你要把 ich把它换过来 然后呢 arbeite ich 然后加上这个时间装语 um acht Uhr ok alles klar so 那以上呢就是这些句子的一个改写 啊 wie gesagt 只要你保证这个动词放在第二位 那你的主语可以放在动词的前面 也可以放在动词的后面 然后你的第一位呢 可以是主语也可以是秉格 也可以是时间装语 甚至地点装语都可以 v du machst ok 那我们来看一个练习 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语法点的部分 was machen sie wann schreiben sie fufzze 嗯哼 这个句子里面呢 它是一个首先特殊提问句啊 那我们说过这个提问词叫was 但这里出现第二个提问词啊wan 啊这个wan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什么时候 您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 was machen sie wann wo machen sie was 呀这两个提问词都可以同词出现在 在句子里面 那这一个wan就表示指when呢什么时候的意思 ok 好 那我们来看他给的这个例句 ich frischducke um sieben uhr啊 在七点钟的时候呢 我做这件事情好吧 所以的话frischducke 呀这个是这个was no 然后呢 um sieben uhr就是wan genau 好那我们来看这几个动词 arbeiten frischducken duschen aus dem haus gehen zu hause sein 那这里的话我想请大家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呀 自己照句 从来说 ich arbeite ab 8 uhr 呀我从8点钟开始 上班 ich frischducke um sieben uhr 呀 呀 呀 und zwanzig uhr dusche ich normalerweise 呀 8点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就去洗澡了 嗯 呀 在10点钟的时候我从家门里面出来 或者是呀 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就到家了 或者是你996晚上10点钟的时候到家 um ten uhr bin ich tu hause ok alles klar 那如果要是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把自己的句子写在评论区 我们可以互相改变 改一下了 ok那 我们来看这个语法部分这个gammatic部分 那我们今天新学的一个提问词叫做vang 那在用vang的时候呢你是可以用提问什么时候 那这个具体来说这个什么时候是非常宽泛的 它既可以指wurzeit 也可以指zeitpunkt wang gehst du nach Hause oder wang fängst du an zu arbeiten oder wang bist du nach Deutschland gekommen 你也可以说你是从什么时候来德国的 那那这个vang呢就可以指年约日了 ok 那我们来看句子 课文里面给的句子 wang arbeitest du wang klingelt dein vehicle wang frühstückst du wang bist du zu hause 那这里面的这些vang 你可以看得出他回答的时候呢 基本上都是用vangst du 呀 这是a0的这个 阶段嘛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它展开讲的话的话呢 是这个vang呢 也可以是加上zeitpunkt年月日了 那我们说过 几点钟你在干什么 用的这个借词是um je nachdem 你用的是哪一个时间点 或者是哪一个 je nachdem 你用的是哪一个vangst du 或者是哪一个zeitpunkt 所选的那个借词是不一样的 ok 那课文来说 wang frühstückst du ich frühstücke um 8 Uhr wang arbeitest du am montag arbeitest ich 呀在星期一的时候我工作 那am woherde arbeitest ich nicht no ok Alles klar 那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我们进入PPT复习环节了 那好我们来看今天我们复习动词的第2位 首先你需要知道三个点哦 我们说过在 讲课的过程中 偶尔也提了 首先第1个点在简单 陈述句中呢 这个动词 这个变位的动词永远是处于第2位的呀 那课文里面举了例子 全部都放在这里 那你回去看一下 那第2个点呢 就说 这个 第2位前后不总是只有一个单词组成 也就是说你构成一个位字的这个 成分啊不是只有一个单词 而是有很多个 比如说 um neuncing 这有三个单词 那三个单词呢 在这里就表示一个位字 那课文里面说 hey um 加一个形容词 再加一些什么乱七八糟有的没的 那这些呢 你就要反应过来 虽然这一坨那么长的东西 但是呢 它只表示一个意思 所以它只占一个位字 那第3个点呢 叫做 主语永远不是在动词前 一位就是后一位呀 这个呢 你可以要记一下 因为 虽然说德语的 词语位置 比较灵活 但是你也不能随便的 那也不能 太天马行空把主语放到最后一位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例子 Ich mache um neuncing Uhr Abendessen un hab sieben frühstücke ich 一个是在动词的前面 一个是在动词的后面 那如果要是说你太天马行空了 你说 un neuncing Uhr mache Abendessen ich 那 你听起来就会觉得很奇怪 或者是你说 abend essen mache um neuncing Uhr ich 听起来也是超级奇怪的 对不对 所以的话 主语 主语很重要 我强调subiect 它不是在动词的前一位 就是在动词的后一位 所以大家在分析句子的时候呢 一是要明确它的动词在哪里 第二是明确它的主语 OK 那总而言之呢 这三个特征 我用三个词语来概括 首先 动词c位 那就是动词永远霸主地位 第二位 第二个呢整体占位原则 就是说 一个位置呢 它可以由多个单词组成 你要把它看作一个整体 然后占一个位置 第三个原则呢 就是逐于紧贴原则 紧贴在什么地方 动词后面了 那第二个点呢 我们今天学了这个提问词van 对不对 van呢它是表示什么时候 所以在用van来提问的时候呢 你可以加tsidepoint 也可以加wordtside 在提问的时候 van是可以加wordtside的 这个东西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 OK 那好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们所有的内容 我们下一次再见 Servus ciao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